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爷沟市 这几天关于恒大的新闻中 很有意思的一个是 恒大的歌舞团解散 这个恒大的歌舞团 成立于2010年的10月 它最高峰的时候 有多达200多人 各种官方的晚会上 都能看到他们的声音 根据过往的报道 恒大歌舞团的招聘条件 极为阉割 年轻 漂亮 身材妖劳 体态轻盈 舞姿优美 这都是必须的条件 要供养这么一支 人数庞大的歌舞团 各种支出算起来 每年没有几千万 是打不住的 但奇怪的就是 就算这几年 恒大集团资金吃紧的情况下 许家印裁掉了很多部门 甚至是老员工 但是他居然一直保留着 这个歌舞团 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开始 高级领导人就很爱搞歌舞团 我们都知道原因 就是变相的后宫 为了满足他们的盈域 圈养一批艺术工作者 那么一个搞地产的老板 他为什么要跨界搞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歌舞团呢 答案很简单 上有所好 下必投资 大家如果有印象 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厦门远华走势案 大名鼎鼎的老板赖昌新 他就专门搞了一个红楼 养了很多风尘女子 目的就是作为肉蛋 去招待各种官员 许家印 毕竟还算是与时俱进了 档次比赖昌新高了 直接把红楼变成了歌舞团 好听又好看 但是利用肉体交易来进行公关的最终目的 恐怕都是一样的 许家印的歌舞团说白了 就是古代的义记 比如唐朝 它是可以合法续记的朝代 不仅官方机构养了一大批义记 以被公关招待之用 诗人也这么干 朝廷甚至明文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 续记的标准 所以许家印也算是秉承了中国的传统 但是他的歌舞团这些空有颜值 没有内涵的现代义记 明显是不如古代的前辈 今天我就借题发挥一下 给大家说一说中国古代的义记 那些深深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女性群体 皮肉行业大概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了 和出卖灵魂或者是灵魂肉体一起卖的那些职业比起来 其实靠身体谋生算不上什么罪过 所以在现代的很多国家 它已经除罪化 从反对职业歧视的角度 我们叫做性工作者可能更合适 虽然也有一些男人在这个职业中 中国古代叫做相公 但是始终不是主流 还是以女性为主 皮肉之家看起来都是本能驱使 要说技术含量呢 恐怕也就是什么 吴月亮春昼荡秋千 攀金莲倒挂葡萄架之类的 但古代的中国人其实还是比较雅致的 除了啪啪啪那点服务 把高大上的文化也加进去了 早期大家如果看过香港的三集片的话 一定有印象 里面的老宝一旦介绍自己的姑娘的时候 就往往拍着胸口高喊 老板 我这姑娘前途后翘 服务包你满意 这一套卖猪仔的说辞 如果放在唐宋 那是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混下去的 唐宋的老宝们 如果要介绍自己的姑娘 她会这么说 客观 我的姑娘六岁学艺 吹拉坛上无所不能 前一阵子还有文人的诗词热捧 格调是相当的高 古代上档次的青楼 它不仅是买欢的场合 也是文人默客 达官显贵 聚会交流的首选 这也是青楼能够存在文化的关键 很多老板 他为了打响招牌 吸引客人 往往会把一些知智上家的女孩 从小就进行投资 学习 琴棋书画 重点培养 所以部分异技的文化素质 它是远远超过以嫁人生子为 终极目标的这种大家闺秀的 甚至可以说 异技这个群体 它是完全符合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各项标准的 古代的异技往往以卖艺为主 卖身为辅 在皮肉行业中走的是高端路线 它跟现代这个娱乐行业 卖酒赔偿的那些姑娘 不是一个概念和层次 只有那些有钱又有闲 对陪师的女性的素质有一定要求的文人末客 官宦复古才消费得起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北宋第一名记李诗诗 他服务的客户就很少 就两三个 不是皇帝就是全程名士 一般人你有钱也盼不上 如果你档次不够 想喝他的花酒都没有资格 当然后世的历史里面 对异技有相当程度的美化 说什么卖艺补卖身之类的 但其实古往今来 人性都是一样的 古代的娱乐圈跟现在比 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凡有点名气的异技 卖身是必然的 只是卖给谁价格多少的问题 唐宋时期是华夏文明的巅峰时代 也是青楼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 长安汴京一带的官纪 异技 诗纪 以及青楼的相关的从业者 数以万计 在全唐诗里面 有两千多首饰和异技 直接相关 而至于那些案里相关的 就数不胜数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人传诵至今的唐诗诵词 一半以上是在异技的胸脯上 大腿上写出来的 比如白居易这个老东西 他七十多岁的时候 还在家里续技过百 大言不惭的说什么 黄金不惜买额眉 剪得如花三四只 他的代表作琵琶行 就是描写异技的 他还有个弟弟叫白行俭 就更离谱了 这个白行俭 他写了一本 天地阴阳交欢大岳父 就是这本小黄书 专门介绍男女生活的技巧 文笔华你 令人叹为观止 魔幻大事人李白 他名气那么大 但是他也是耗着一口的 他专门写异技的诗 其实非常多 比如 不仅是写异技啊 他还把啪啪啪了一点诗啊 都写进去了 荡气回场毫不避讳 跟李白齐名的杜甫 他被后世追捧为忧国忧民的榜样 但是从男人的角度看来也是一样的 比如他写过 月女红裙诗 烟机翠带愁 这就是写青楼女子的 至于那些二牛的文人呢 就更不用说了 比如 韩沃 他是唐朝的兵部士郎 副部级的干部 他公然写什么 铺粉更添香体化 解衣为剑下长红 这种吟诗 我们熟悉的这些中国教 没见过几首写给老婆的诗 倒是异计们激发了他们无限的才情 唐朝有所谓的四大才女 薛涛 牛彩春 于玄姬 李也 这个薛涛和牛彩春啊 就是异计 他们都跟同一个男人有瓜葛 薛涛是川妹子 他本来出生官患 但是因为家道中落 才当了异计 他本身受过良好的教育 又天赋异禀 写诗作夫 手道勤来 利等可取 所以在异计中 是鹤立集群 很快就在娱乐圈 大红大紫 全堂诗里面有 九十多首薛涛的作品 全都是正经的 上半生的写作 放在今天呢 完全可以说 他是美女作家 当时的文人默克 对他是屈之若鹜 薛涛的客户名单里面 有白居易 张吉 王健 刘雨席 杜牧 等等 这些人啊 放在今天的教科书中 各个都是有牌位的啊 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啊 你可以看成是 文化的一个部分 但是你也可以看成是 One Night Stand的一个纪念 薛涛最重要的一个客户啊 叫做袁枕 我说这个名字 我说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 但是我说他的诗 你一定知道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雾山 不是云 这首诗呢 也是我最喜欢的诗之一 文学青年装逼的必备啊 袁枕这个人啊 他文字呢 写的一往轻生 但是行为十分放荡 他先是泡了 这家远房的亲戚 崔茵茵 事后呢 就写了茵茵传 也就是西乡记的原版 他后来又攀高枝 娶了高官的女儿 韦崇 韦姑娘后来在生了病 在床上躺着呢 他被下放到成都去做官 就由此呢 袁枕就和薛涛给好上了 他写曾经沧海 纪念自己的老婆病逝的时候 其实正在和薛涛同居 如交士气 这段相差十岁的姐弟恋 延续了一年多 期间两人还相约终身 但是这种事业 在袁枕调任浙江之后呢 立马就消失了 因为袁枕又在浙江 勾搭上了刘彩春 最让人惊讶的是 刘彩春虽然是异计 但当时他已经嫁人了 是有夫之妇 袁枕去挖人家墙角 公然血丝相振 劈腿劈得肆无忌惮 正名光大 现在的明星劈腿也很常见 但是基本都是开个小号 偷偷摸摸地躲着恩爱 像袁枕这样明火执杖 当渣男的 真的是不多了 就在和刘彩春偷情的过程中 这个袁枕又看上了 白居易家里面 一个叫做玲珑的异迹 让人非常惊讶的是 白居易不仅不介意 还真的答应袁枕 把玲珑借给袁枕一个月 为此人原整还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白居易 修浅玲珑唱我词 我词都是寄军诗 却向江边整回照 月落朝平 是去诗 你能想象到这么一首诗 是两个皮条课之间的暗语吗 真的有点对不起玲珑姑娘 白居易还曾经在她的一篇文章 三月三日福系洛宾一文中 详细记载了自己参加的一个官员聚会 是这么说的 浅水稀而后继乐 左鼻咽而又胡伤 望之若现 观者入渡 这个说好听点 叫做诗词唱和 说实在一点 叫做集体嫖妓 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杜牧写的 十年一绝 扬州梦 赢得青楼 薄姓名 你就会有很多感慨 你看那个时候当嫖客 都能当得这么豪情万丈 理所当 居然不怕被罚款 更有甚者 直接把诗写在 异记的大腿上 比如唐朝有本书 叫做北女志 他就记载了 有一些浪荡的诗人 直接就在异记的大腿上写诗 而且人家异记也不在意 还传到了后诗 在异记的身体上 写出来的诗 还是不是诗呢 里面的感情 还是不是真感情 当然都是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去深究 我们知道 宋词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主流的文学形式 跟异记 它就是密不可分的 大家都熟悉的一些词牌名 比如 易琴鹅 炼炉交 里面的这个琴鹅和炼炉 它就是异记的名字 每一个词牌 就代表了一首固定的歌曲的旋律 但是不同的异记 它为了吸引客人 它不可能都唱同一首歌词 它得有自己的专辑 所以填词就是这么产生了 在轻楼传唱的过程中 这个词牌就逐渐走向了大众化 一些俗语就登堂入室 对于推动文化的普及 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终使得填词这种文学形式 脱离了单一的这种青楼传唱 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表达 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宋词 因此可以绝对的说 没有异记的推动 就没有宋词的繁荣 北宋的欧阳修 他曾经在扬州做太守 由此酒席上 他就遇到了两名来自汝英的异记 大家谈得很开心 这两个异记就约欧阳修 说你如果有机缘 一定要来我们汝英做太守 也就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几年之后 这个欧阳修真的就从扬州 调到汝英去当太守了 为此人他还专门去找了两个异记 结果费尽心思也没找到 为此人欧阳修无限失落 他就写了一首诗 柳絮已将春色去 海棠应恨我来迟 正因为宋词是源于青楼 虽然他也难免脱离不了肉体的香叶 很多宋词他也是写得很露骨的 比如大词人贺祝他写过 便翡翠平开 芙蓉障眼 与把香罗偷解 周邦彦写过 琵琶青放 与生低颤 灭族来相救 苏东坡也写过 一般滋味 旧中相美 除世偷藏 等等 这些宋词说白了 就是下半身赤裸裸的小黄文 苏东坡这种大文号 他在黄州做官的时候 他兴趣来了 甚至直接在当地著名的异记 李奇的那个裙子上写诗 而且人家这个李奇不介意 还觉得很荣幸 我们以前在课堂上学 大江东去浪淘境 千古风流人物 以为那个才是苏东坡 其实在女人裙子上写诗的 也是苏东坡 中国历史上 有两个妓女行业 奉为偶像的人物 一个是春秋时期 在晋国 也是在全世界第一个 推行卖淫合法化的先驱 管仲 旧时的这个青楼同学者 感其恩德 都把他奉为主事 就像今天的生意人 公官儿爷一样 另外一个偶像 就是宋词大家刘勇 我们知道刘勇呢 都是从他的名作 杨柳岸小枫禅月开始的 但是真实的历史 他的词 其实大部分都是为青楼的异记写的 刘勇这个人才华横溢 但他年轻的时候 泛浪心海 就在汴京的青楼里面诗混 靠给这些异记 填词来谋生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刘勇就有点像香港现在著名的 那个填词高手 林希 就专门吃这碗饭的 写的好的词经过传唱会让一个异记 陡然爆红 身价倍增 所以那个时代好的作者非常吃香 因为异记会增香来购买他们的作品 刘勇通过填词 在当时北宋的青楼间混出了大名 有这么一种说法 不愿君王昭 愿得柳七教 不愿千两斤 愿得柳七星 不愿神仙剑 愿食柳七面 这个柳七就是指刘勇 不仅如此 刘勇在社会层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宋诗里面是这么说的 凡有井水处 皆能割柳池 这种空前绝后的知名度 就是现在罗大佑李宗盛周杰伦 也是很难比的 但是刘勇成也名声 败也名声 他参加科举 因为他的厌名太甚 屡事不敌 有人跟皇帝宋仁中推荐他 宋仁中就觉得一个轻楼浪子 你从政太不合适了 就嫌弃他太轻浮了 就批了一段话 叫做且去填词 刘勇知道后 备受打击 心灰意冷 又更加放浪 公然叫嚣 奉旨填词 从此就干脆铁了心混这一行 所以人生际遇 往往有些出人意料的地方 如果刘勇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去当官 历史上不过是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大臣 而中国的文化史 却会永远失去一个标柄史册的一代宗师 当时的轻楼大牌几乎都和刘勇有关系 但是自古欢场少真情 在遭遇了几番感情上的重大打击之后 刘勇他在晚年又重回正路了 又参加了科举 还真的考上了 但是当上了小官的刘勇 却从此失去了光芒 填词才是他留在人间最伟大的身份证 当官可不是 由于他的俸禄很微薄 死之前刘勇已经穷困潦倒了 他下葬的钱都是青楼的这些异计 凑分子给他凑出来的 而他的葬礼也成了整个青楼界异计的盛会 但凡是有点名头的异计都参加了 不仅如此 此后的每年清明 到刘勇的墓前扫墓饮酒 成了异计们固定的节目 叫做吊柳会 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 参加这个吊柳会 不仅成为青楼界的一种风俗 而且是异计们展示身价 获得业内身份认可的重要一环 这个风俗是直到北宋灭亡之后才中断的 刘勇和异计们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这个很难说 刘勇没有活在当时所谓的主流阶层的记忆里面 却在异计们的怀念中永生 历史也没有亏待他 在文学上给了他一个光芒万丈的位置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正统的汉族王朝 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尤其是难民时期 著名的秦怀八雁为中国的异计辉煌史 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当时由于身逢满清入清 秦怀八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的地位 不仅多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更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因素 他们对于中国这些世人的影响 也远远超过了异计这个身份的局限 如果说南明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文化的话 其实就是异计的文化 顾恒波是秦怀八雁中结局比较好的 后来还被满清封为一品夫人 他年轻的时候和辱学大师黄道洲相遇 他听说黄道洲这个人 目中有记心中无记 就故意去勾引他 黄道洲这个人他很尊重女性 敬酒就喝来者不惧 但是他就是不刑防 顾恒波折腾了一个晚上 也没有让黄道洲动心 所以顾恒波大发感慨 说黄道洲这个人 他以后必定是忠诚孝子 后来果然黄道洲抗亲不成功 杀身成人 成了民族英雄 柳如斯是公认的情怀八雁之首 这个亿计出生的女人 她不仅有才 书画都有传世的作品 更难得的他是有德又有节 中国古代有句带有侮辱意味的这种例语 就是表之无情细致无义 大部分身处欢场名利场的人 他往往很难摆脱这种浮华的心态 道德修养方面普遍会有点缺陷 更不要说家国情怀 但柳如斯恰恰就是个惊艳的反例 他在那种乱世之中 和当时的一些民事交往甚密 有过多段的恋情 受他们的影响 他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在最好的年纪 就嫁给了当时狂热追求他的文坛领袖 钱千亿 老夫少妻并不配对 柳如斯看上钱千亿 完全是走了眼 钱千亿这个人是比较臭蛋的人物 他的前半生是明朝并不合格的一个大臣 他曾经闹出过一个很奇葩的桥段 就是他拥立皇帝 居然先索要15万两白银的拥立费 他后半生投降清朝 晚节不保 在南明灭亡的时候 柳如斯作为他的夫人 就悲愤交加 就不愿做满清的臣民 就劝钱千亿 咱们一起跳水自杀殉国 这个钱千亿表面也答应了 结果两个人走到湖边 这个钱千亿居然说了一句 水太凉了 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吧 柳如斯一听 更加悲愤 自己坚决就跳湖了 结果又被钱千亿给捞上来了 柳如斯虽然没有死成 但是他的气节没有改 他不仅拒绝陪同老公去北京上任 最后还把钱千亿给劝回来了 他还自己出钱 赞助各地的这些抗清的义军 在民族的气节上贯穿始终 在那个汉族全面示威 投降的人遍地的时代 可以说是一个标杆 所以国学大师陈寅克 晚年倾尽全力 为这个柳如斯著书立传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柳如斯别传 就很多人不理解啊 就说你一个国学大师 为什么为一个异计 花这么多精力去给他写传记呢 在我看来啊 是值得的啊 因为正是有了柳如斯这样的女人 我们这个民族才可以说 有一些可以称颂的脊梁 跟柳如斯齐名的其他情怀异计 抛开他们的身世 紧就他们的文化修养来说 也个个都是出了一把萃的 你比如董小婉 他的画作彩蝶图 现在还在苏州的博物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而顾恒波他是丝画双绝 他画兰花手去一指 他的作品兰花图 现在在故宫博物院 其中还有一个叫做变玉金的 他真的是全通全能 他的书法特别牛 他写的小凯 当时就号称天下无双 传世名作《桃花扇》里面的 主角李湘君 他更是精通音律 歌声曼妙 如果他现在来上 中国好声音之类的节目的话 我觉得是直接可以当导师了 这些女人的悲剧 就在于活在了一个 只能靠脸和身体 而不能靠才能吃饭的时代 但是异计的身份 绝对没有阻碍他们在历史上的光芒和贡献 他们依然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女性 很可惜的是 这种好传统没有传承下来 以至于如今 中国只有赖昌新的红楼和许家印的很大歌舞传这种低档次的笑话 和古代的异计比起来 真的是连体鞋都不配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异计的历史 其实跟传统文化已经很难分割了 不管有人是多么瞧不起 想在道德上抹杀这些群体的作用 历史终究就是历史 它不会在乎谁泼脏水 虽然在很多中国人眼中 异计这种拿不上台面的职业 屡屡被当成社会文明与否的一个标词 但其实文明跟青楼的关系很大 人作为一种动物 只要欲望这种本能还在 青楼这个行业恐怕就不会消失 一个容忍老板包二奶 容忍官员睡女下属 容忍导演去睡女演员的社会 即便没有青楼的招牌 其实也是个到处都是青楼的社会 它不可能是个文明社会 它不过是一个举着道德大旗 经常向弱势群体开刀 伪道德盛行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 有再多的歌舞团 也不过是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好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龙门证 咱们下期再见